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8月29日 今天是星期二 很快就來到8月尾 差不多暑假也結束了 今天來到農曆7月14日 這就是盂蘭節 我們跟大家也有說過 我們其中 一個課題香港人 應該要 注意的是 第一 我們必須要繼續保持著我們原本 應有的文化 文化並不屬於政權 香港的獨有文化 包括 中西合璧 我們 中那部分 中不一定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因為這個叫做中華地區 我們有很多華人文化 完全不需要因為 因為 我們跟中共政權說不 就把我們自己本身 全部東西要切割 因為如果你這樣做的話 會產生很多大問題 就會出現了屈永賢邏輯 就是跟你說 你也不認自己的中國人 叫你不要過農曆失戀 簡直其實整個邏輯 可以用不知所謂來形容 所以 我是倒過來覺得 我們更加應該 強調我們有文化 這個正正是我們跟 中國共產黨 中共黨員 不相同的地方 中共的信仰者 中國共產黨的黨員 正正是一群 沒有信仰的人 其實我們這裏說的信仰是很廣義的 一般來說 是說的是最根本 最低限度 你也要相信有善惡 在中國大陸訓練的這一群新生代 的一群叫做五毛和小粉紅 第一 他們完全缺乏宗教信仰 對所謂善惡 根本也沒有任何的看法 他們除了 不斷地標榜自己的中國人 中國人以外的就是敵人之外 根本沒有任何的價值觀 以及觀念在裏面 是有任何價值的 基本上 是完全是空白一片 所以為甚麼中國大陸有那麼多 五毛人渣 那麼多這些扮愛國的小粉紅 其實他們 就是完全在這樣的背景之下產生 他們對社會主義也沒有任何的信任 根本中國大陸 就是 比這個世界上 所有資本主義地方 更加資本主義 的一個超級大帝國 根本跟共產主義 跟社會主義 近乎半點關係也沒有 但是中國共產黨打著 共產的旗號 繼續在當席 所以中國大陸根本就是一個 宗教信仰全面崩潰的一個地方 而我相信 香港 台灣 其他地方 正正 跟中國大陸其中一個最大的分別 就是在於 我們跟他們不同 這一節我們要說的是 中國大陸 有男子不停打電話 騷擾 日本的拉麵店 我們繼續說之前 請大家記得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 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男士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星期二得讀 星期二日報 還有星期二新聞集團 記得合共是三個頻道 由於我們兩個頻道的盈利戶口也是被停止 不能夠使用免費模式 所以 我們需要把部分節目 由於經營困難 需要把部分節目放在Patreon 一方面繼續回歸 Patreon的用戶 早前就是太少獨家節目放在Patreon 我們現在 把部分節目放在Patreon 希望大家記得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以前訂定了Patreon的朋友 現在就可以收取回 buzzing 繼續免費收看本台節目的聽眾 請大家要體諒我們 因為我們始終需要正常運作 因為我們始終需要正常運作 是我們一定是每一個 媒體一定牽涉著很多 營運成本 可以把更好的免費模式 繼續運作 到時我們會把 Patreon的節目的數量稍微會下降 不過我們一定會維持 Patreon的聽眾一定 始終有獨家節目會聽到 希望各方體諒 我們回來研究這個中國籍男子 自從8月24日 日本正式把這個 福島的核廢水排入太平洋裏面 在 周邊的國家 吵得最厲害的 叫做戰狼超級大國 就是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 就是有一班 基本上是叫做瘋狂 就是把自己叫做中國人 捧到天上面那麼高 所有的其他民族 通通全部 不問情由 不問對錯 不論善惡 全部 外面就是敵人 這一種 切頭切尾 是絕對 是法西斯中國 這個跟我們有著根本性的分別 所以我們其中一個 香港人 真的是 覺得很重要的價值觀 就是我們 現在追求民主自由 是用這個 價值觀 作為最核心的元素 而不是 用膚色 是用血緣 和種族去劃分 我們說回日本的情況 日本很多當地的機構和店舖 都說收到 是來自中國內地 自投加86的電話 打電話 持續不斷騷擾 更加內地早前 有男子 一方面是繼續拍攝直播 直播自己親自打電話 給日本的店舖 並且用普通話 質問人家 問他為甚麼要把核污水 排入海裏面 結果 在內地也引起了很大的 迴響 並不是全部人清一色 支持這些做法 這個拍攝影片的 中國男子就是 隨機打電話給日本人 就是打去 東京的餐廳 打電話 對方接通了電話之後 他就是問人家是否會說英文 這些真的是漢奸 你打電話去日本 你還要問人家是否會英文 還要用英文來問 Can you speak English? 這些徹底是 典型漢奸的行為 本來我們所有人都知道 其實說一句英文 跟漢奸一點關係都沒有 但是 中國大陸就是雙重標準 他們自己 將一個國泰的兇者 說兩句英文 就說你是陽奴 說你是漢奸 然後還有一群愛國的人渣藝人出來聲淚俱下 問你算是老幾 所以他們的標準 從來都是一個回歷標 所以 你說人家說英文是漢奸 是你們自己的標準 我們現在 把你的標準給你 所以 就是有一個中國的漢奸打給日本人 還要用英文來談話 整件事本身已經夠好笑了 結果就問人家 其實他又不懂日文 英文又說得不好 打電話給日本人 用普通話問人家為甚麼要把核污水放進大海裡 對方根本不知你說甚麼 只是你說普通話 當然人家 就是會收線啦 你猜人家 叫做24小時 顧客服務中心嗎 人家那些是正常店鋪來的 會吸你線 實屬正常現象 這個男子就是在河南 就是 不停打電話給日本的店鋪 日本收到很多這些來自中國大陸的騷擾行為 這種行為也在國內引起了兩極的反應 其中一種 當然是叫做漁民 一大群漁民就是支持 這些無恥的小粉紅繼續騷擾日本的店鋪 這個就是我們說的 就是一部分的人 根本 是完全沒有對語錯的概念 這個就是他們 完全完全徹底 缺乏任何的信仰 總之逢是中國做的就正確 凡是你不認你是中國 就是錯的就是你 但是 反應也都良極 也有一部分人認為 這樣的做法 是過了底線 相當之沒有質素 為甚麼有部分的 中國內地人 都叫做更勉強懂得分對與錯呢 其實跟近年 中國共產黨因為維穩的需要 是把這個 是中國共產黨一手 破壞的傳統文化 要搬出來 做擋箭牌有關 他搬出來做擋箭牌了 要向你提倡中國文化 有很多人 就是 重新 走去認識這些文化 這些 主要的民間信仰 其實一定不愛乎 一定是跟你說善惡的問題 所以 使得一大群藍絲 五毛和小粉紅 每次 一去跟別人激變問題的時候 他們就輕心了 所以 大家也不要 因為2019年徹底 對這些事情否定 實際上他們越是 想用這些概念來維穩 實際上他們每做一件事 越是違反自己所說的東西 越是使得他們 自己是輕機 最終可能 更加多的藍絲和五毛 發現他們自己說的東西口不對心 也 過不了 老天爺的一關 到最後 始終每個人都要受良心考驗 中國共產黨可以 完全沒有顧忌 就是因為他們本身 任何宗教都不相信 他們是沒有信仰的 包括連善惡都不相信 中國大陸這次 大搞核污水 是渲染 他們這次成功統合了一群五毛 因為這群五毛太久沒有活躍了 但是不代表 在中國大陸真的可以長期靠謊來騙人 這次你看到 他每次作法 效力越來越低 這次 可以統合到的人 其實遺數比之前少 而且 更加引起 那些清醒的人更加覺得 中共非常無恥 那些五毛非常無恥 所以其實他們真的可以說得上是幾窮 這次 你這麼大力挑撥對日本的仇恨 下一次你還有甚麼發佈呢 我們這節也和大家暫時說到這裡